让你翻身的四个原则 尤其是第四条特别重要 一 一定要学会闷身发大财 太高傲的人总有一天会毁了自己 一定要沉住气 千万不要跟身边的人炫耀你的财富 还有你的成就 看似有人追捧你 其实他们的心里都带着妒忌和怨气 真正聪明的人早就把自己挑成了静音模式 二 千万不要做一个好说话的人 你以为自己在跟别人说好话 但其实在别人眼里 只会认为你好说话 不要指望身边的人会因为你而改变 他们只会因为你的口袋而自动改变 成年人的世界就一条准则 利益面前先小人后君子 三 不要做羞耻心太重的人 强者都是我心我素 没有什么羞耻心的 不管别人怎么看他 怎么说他 他都能心安理得 而穷人都是太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别人说他两句 他就吃不好睡不好 四 学校特别重要 在你没成功之前一定要禁欲 什么叫禁欲 就是没赚到钱之前 不要跟那些喜欢吃喝玩乐的人交朋友 年轻时贪图享乐 必定会用年老时的辛苦磨难作为代价来偿还 只有弱者才需要朋友 而强者根本不需要朋友 仔细拼拼拼吧 感谢观看